OK 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个部分的单元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之前网络上可能大 就是都有零散的整理 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完整整理 叫做你如果今天是明天要上考场的人呢 或是你第一次要上考场的人呢 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紧张 那你知道考场会发生什么事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来带大家走一遍 就是从你要去考 从你就是当天考试当天出门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就是考完 你会遇到什么状况 好 那我回搭配一份投影片 就是各位看到这份投影片 那这份投影片等一下会开放给大家下载 那不过投影片的文字 虽然非常非常详细 可是我们在文字之外呢 我们在影片中会解说一些 在考场上容易遇到的妹妹嘎嘎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注意听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考试的话 当然这份这个影片可以让你不要走错路 然后呢 好 不要不小心做了 不该做了禁忌 然后被赶住考场 好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次考试的呢 你虽然已经知道了考场的流程了 可是其实你在考试前一天 一定很紧张了 所以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 就是在跑一次考试流程 好 想象一下 然后呢 缓解紧张的气氛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了 好 首先呢 你要去考试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你要出家门嘛 对不对 那出完家门之后 你要往哪里去呢 好 所以这第一步就是什么 好 我们要看 我们这边流程中 第一步就是如何到达考场 好 后面是什么 报到作业 然后进去上机 然后呢 AWA IR 休息 然后呢 Quantitative 考试 然后包括休息二 跟Verbo 跟Screw Report 这是我们一整套的流程 那我们刚刚说的嘛 第一步就是 你出了家门之后 你要往哪里去 好 那你要记住 你要往哪里去呢 我们的考场 目前啊 台湾的考场 其实原本有两个 一个是台北 一个是高雄 台北也是 Person Viery Center 好 他去代理考试 那高雄的话 是今天国际 但是高雄考场 目前是无限期关闭当中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 对人数比较多 比较主要有台北考场 做介绍 台北考场呢 是在台北市金融 一段163号 12楼之3 好的 世纪联合大楼 那考前的一个 你预定考试 是前一个礼拜 会有考场的人 会打电话通知你 会通知你说 你大概几点报道 几点考试啊 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你可以看到 怎么样 你从市政府 站的1号出口出来 然后呢 你出来之后 请你面对板几百货 你对面有个 大大六个 叫统一板几百货 好 那你面对 板几百货的地方 然后怎么样呢 往右走 你在图上看是往左 但其实上 你面对板几百货 或是往右 然后呢 碰到一个超级 超级大的大路口 这个车水马龙路口 这叫基隆路 跟中校东路口 请你往右转 OK 那往右走走走走走 你就会看到 一栋大楼怎么样呢 它前面有写着 联合四季四个字 那一楼是卡玛咖啡 好 然后旁边是台湾汽营 好 那这个门 请你走进去 按12楼之三 OK 好 那如果你已经找不到路的话 你也可以打用电话 0227567808 好 然后问考上人员 要怎么走这样子 好 那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说报道时间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是早上长的话 就早上9点钟开考 但你最早8点30分可以报道 那如果你下午长的话 怎么样呢 是下午1点钟开考 但你最早12点半 就可以报道 那你要注意哦 报道不能晚于这个时间 但是如果你先 你怎么样呢 你早点去的话 比如说像我当初是 大概8点40几分 就到了 那 不好意思跟正 就是我当初是下午长了 所以我大概12点40几分 到了 好 那我如果先到的话 完成所有作业手续之后 我可以提早进去考试 好 所以你如果不想要那么 跟大家挤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先提早到 先进去考试 好 那 电梯抵达12楼之后 好 如果今天电梯抵达12楼之后 怎么样呢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哦 12楼是 12楼13的 Peterson View Center 它有一个很大的木板 应该木制的大门 这样子 它门是关的 好 那我那时候以为说 那个门会在考试时间到的时候 自己打开 所以我在前面等了 后来十几分钟 然后它依旧没有打开 我最后真的忍不住推进去 就发现说 原来这要自己推 这样子 好 所以之后 它不会自己打开 你要自己推开它 好 所以 但是你要注意到 推开之后 你就不能再拿任何资料复习 你也不能跟你一起去考试的朋友 去讲话了 好 所以你如果要最后复习的话 请你在一楼电梯口复习 好 那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不能在 就是12楼电梯口复习呢 好 我原本也以为可以 可是刚刚我们去 我就刚刚去跟同学查证了之后 他们说 就是曾经有人在12楼电梯口复习 然后就被拉进去过 这样子 好 当然你要记住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最后复习的话 你要在一楼室外地方复习 这样子 然后就进电梯之前复习 那如果你进电梯之后呢 你到那个楼层 你把门打开之后呢 你就再也不能拿出任何资料复习 你就不能与人交谈 你就要直接按照他们规则走了 好 那什么规则呢 进去之后 请你直接往柜台怎么样呢 确认身份 告知作为安排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下一页的考试试图 这个东西是经过多方查证的 好 那这算比例的地方 好 比如作为分布的地方 有一些可能 就是还没有很精准啦 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九成五的相识度 你有考过试了 你应该知道这个图有多像嘛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进去之后 这个地方是木制大门 你要自己推进去 推进去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请你先穿过这一堆折叠组成的休息区 基本上没有人会用到啦 这样子 请你到报到柜台 报到柜台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 这边会有那个就是考上的人员 那基本上整个考上 只有两个考上的人员 那边只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在哪里 另外一个在中共监视台这边准备考 就是监视考试这样子 好 那 第一步 先确认身份 确认身份需要什么东西呢 请你记住 你一定要带护照 OK 护照是你唯一的证件 除非今天有紧急状况 不然的话 护照是你唯一的证件 好 你什么驾照啊 健保卡啊 什么东西都千万 都千万不能自带那个东西去 你一定要带护照 OK 好 那 你要记住 护照有两个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 你护照不能过期 那注意哦 这里的过期 不是指的是单纯的 就是 就是哦 比如说你明天 明天到期 今天去 好 你觉得没问题 可是其实上怎么样呢 居然媒体要求的是 护照至少六个月以上的 有效期限 OK 所以请你现在 如果你要考试的话 先拿起来检查一下 好 那 再来 如果你今天发现 快要过期的话 请你趕快去外交部 领事事务局 去办理 这样子 好 那 在那个济南路那边 好 那 再来就是第二件事 就是你护照上的 英文拼音 你一定要跟你怎么样呢 考试的时候 线上报名的英文拼音 是完全一样的 要一模一样的 因为台湾的话 拼音系统跟就是 就可能会有点复杂 所以呢 你要注意 你护照上的英文名字 跟你的什么 你的考试报名的英文名字 要完全一样 这样还能确认身份 那确认完身份之后 他们跟你讲说 今天帮你安排哪一个座位 你不能自己选哦 OK 好好 这是看命啦 这样子 然后再来怎么样 接下来 他会要你读一张 就是护背过的英文纸 上面是写的是 考场上的一些规则须知 好 那基本上就是 这些权利义务的条款啊 包括什么呀 不包括说 你不能去把题目 透出去之类之类之类 基本上 你就算不同意 你也得签 OK哦 好 那签的时候 他会拿什么给你 他会拿一个电子的签字板给你 就是你要在上面 签你自己的名字 这样子 好 那你签的名字 据说是一定要跟护照上 护照有一页是要跟你签名 要跟护照上签名是一样的 好 那就像是你在刷信用卡的时候 你签单的名字 要跟信用卡签单的名字 是一样的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血量完身份 告诉你作为安排 还有就是 签同一数之后呢 好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他要帮你拍照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会帮你拉到旁边 这个拍 旁边这个拍照的 这个小区这样子 然后用那个camera 帮你拍个照 然后拍照之后怎么样呢 他会有一个掌纹机 好 他会有一个掌纹机 他会要你记录右手掌纹 那这时候呢 就是 好 你就配合他记录 那注意哦 好 这个掌纹 你就是尽量就是在去之前 你先把手洗一洗 把手洗干净 好 因为掌纹 等一下验的过去 就是如果手不干净的话 验不过去 那会干割到一点时间 好 因为你等一下 无论进出什么 你都要验掌纹 所以如果干割到时间的话 对你等下考试的休息时间 会不太好 好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 他会给你就是放置 个人物品跟食物的时间 好 那 个人物品放置在哪里呢 这两个地方 植物骨跟椅架 好 基本上啦 考试的时候 你除了哪几样东西 你除了他给你的耳塞 草稿纸皮 还有置物贵要吃 还有你自己的护照之外 你其他东西 基本上都不能带 比如说什么 手机钱包 你要数在 你要数在置物贵里面 好 那甚至手表 你也要卸下来 不能带手表进去 当然你也不用说 什么你带Apple Watch 什么Apple 什么Google Glass Glass 根本不可以 OK 好 所有自己的东西 都要卸下来 好 那 再来就是什么 如果像是 外套之类的 或是造衫之类的 你要记住 进去考场里面之后 你要脱外套 穿外套 或是你要带什么东西的话 你都一定要举手 你不能擅自做这些事情 你去考场 进去考区里面之后 你只能在前面写题目 你不能 好 做任何其他动作 好 所以你就要去斟酌一下 里面的那个冷气 到底冷不冷 好 那 我建议啦 我建议是不用带后外套 大概就带一件薄外套 或带一件造衫就好了 好 如果你是比较怕人的话 就穿进去 OK 好 所以就发现说不是很冷 或也不是很热 你就先把它放外面 这样就省得麻烦 这样子 不然你进去里面太冷太热 要脱要穿 都要去举手 好 然后进考人会先来问你 然后你才能去做这个动作 这样一来一往 其实也是耽搁到考试的时间 这样子 OK 好 所以置物贵 一家都来这边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考试 一个 就是大概三四个小时 所以他知道说 有些人会饿 会需要吃东西 所以他这边有摆一个食物桌 它就是个大桌子 那这个桌子上面有怎么样的 好 有大概分格子 那你就是按照你 今天被分配到做好 摆在你做好那一格 把你的食物摆在上面 那注意哦 这个是共用的哦 好 没有加索哦 所以怎么样呢 你最好不要再太好的食物 之前有个同学 跟他狗袋一把巧克力去 结果出来之后 巧克力被吃掉了 好 结果他就心情很差 然后最后就考得很差 好 所以这个食物都可以让你放食物 等一下休息时间 你可以出来 就大概补充一点体力 这样子 OK哦 好 那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 领取耳塞 好 注意哦 他不会主动给你哦 好 据说就是有一阵子 楼上在施工上 他会主动给你耳塞 但是这个耳塞 因为他是买3M的耳塞 然后3M的耳塞 基本上也是要点钱嘛 对不对 毕竟是一个大厂 所以他好像不是 不是会主动给你 如果没有问的话 他就不会给 这样子 好 但我建议啦 不管你要不要用 你都是去跟他要一下 好 毕竟你花7500到最后 好 如果你考得不好的话 你至少还可以买到一副耳塞嘛 对不对 OK 那 你也要主动去要他这个给你 然后再来 超高纸笔 那就像右图这个地方 然后你不要以为 他的超高纸笔 是跟你以前 你在家里写什么铅笔啊 什么Rodia的纸啊 或者什么 就是很好的笔啊 之类的 不好意思 他的笔就是一般的这种油性笔 OK 好 其实他是油性 不是水性的哦 那签字笔 好 细的签字笔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一张就是方格纸 你要注意哦 这个纸笔 也不是我们一般用的那个纸哦 它纸比较像是什么 上面涂了一层就是胶 好 比较像是电板 比较比电板更滑一点的这种材质 OK 涂胶的滑纸 好 所以你在写 你在写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 好 你刚写上去的时候 你的油性的笔记 是有可能会被抹掉的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尤其像我那时候就有形成经验啦 我是左撇子 好 所以我写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算是从左写到右 好 然后呢 我写到一半的反正会习惯 我怎么写完之后 后面的算是都糊掉了 好 原来是因为什么 原来是因为我手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全部都盖掉了 这样子 好 所以草稿纸笔记得哦 好 它会给你大概是 有同一个反应 它说它真的是拿到的是六张 好 所以 好 记得要去检查一下 那记得要去检查一下 这个笔 写不写出来这样子 OK 这两个东西是要自己去主动 尤其这个耳塞是要主动摇 这个它会给你的这样子 OK 所以你进考场之前能带 进考场的时候能带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 置乌龟钥匙 耳塞 草稿纸笔 以及护照 那其他的像是外套啊 衣服啊之类的 好 你进去之后 你要穿托 你都要经过考场老员同意 所以你要先自己去斟酌 里面的温度适不适应 因为有些人说冷气太冷 有些人说冷气就还好 这样子 OK 好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前面报道的地方 我们来重看一下考场示意图 我们来重review一下考场的程序 好 电梯门口就尽量不要再看资料 OK 进去之后绝对不能看资料 也不能跟你去的朋友一起 好 在那边说说笑笑啊 不可能 OK 好 进去之后 请你直接到包包柜台去报道 告诉你 告诉他你是什么名字 然后拿护照给他看 然后检查一下护照的名字 好 给他给你看 确认之后跟你讲今天座位 然后还给你看同意书 然后你在电子版上面签名之后 还把你拉在这边拍照 好 然后记录掌文 然后再来怎么样 去放东西 置物东西 把不重要的东西 全部放置物柜里面 重要东西也得放 不好意思 贵重物品还是要放在里面 你不可能带个钱包进去 好 然后衣架挂一挂 OK 然后食物放一放 进去之后只能带 置物柜钥匙 只能带护照 而且护照也是一定要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随身 OK 注意哦 护照不能离开你的时间 护照非常非常重要 OK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他给你的耳塞跟草稿子笔 那你要记得找他要耳塞 好 然后呢 这边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地方是 厕所跟插水间 好了 这地方是他们工作人员的工作间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地方有两个挂钟 一个是朝内 一个朝外 那有同学反映说 这两个挂钟的时间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能考试的时候 你可能出来休息的时候 看一下时间 然后准备要进去 看一下时间 可能看到不一样的时间 可能会不小心超时 不过后来 最近又有同学反映说 这两个时钟是一样的时间 好 不过anyway 就是好 你去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两个时钟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时间 这边有个酒精的消毒的 那个洗手消毒的 干洗手这样子 好 那这边是中控监视台 然后考区里面长的是这个样子 它每一个都是一台电脑 OK 一台一台电脑 每个电脑同时都有隔间这样子 好 每个都是一台电脑 然后每一台电脑上面 都会有就是 camera监视你的一举移动 所以你不用想说 考试的时候 可以面对墙壁 就不用顾忌别人 就在狂挖鼻屎之类的 好 不好意思 中控监视台都看得到这样子 OK 不过虽然挖鼻屎 它也不会进来阻止你 这样子 那 这里面大概 我不确定它这边配置到几比几比几 好 不过anyway 这个应该不太重要这样子 好 大概就这样配 它脚落的地方有一个VIP室 它不是VIP 它是一个单独的booth 它是一个单独的那个小房间 这是因为 Puriton View Center 它不是只有接GMAT的考试 还有一些别的考试 好 比如说会计师啊 审计师之类的 好 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 一个需要独立固域的空间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中控监视台 这边是一个透明玻璃 也就是说 这边会有另外的考场人员 在考试的时候去监看每一个人的动静 每一个人都是面对墙壁的 那他在这边监看每一个人的动静这样子 好 那你从考试门从这边进啊出啊 好 那这边都 这个中控 这个中控人员都会需要怎么样呢 看你的护照一次 然后叫你验掌文 验通过一次 好 不管是进或出 只要有进有出 好 只要有进或者有出 他都会去验一次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讲说 为什么你在这边验 那 记录掌文的时候你的手最好要干净一点 因为怎么样呢 这样等一下进出的时候才会比较顺利 然后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是考区里面的内容 那接下来进入考区 今天这边报道完成 他问你说要不要提到进去考试 那你说好 我们进去考试 那这边进去 好 然后呢 从这边进去之后 我们会遇到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开始上机了 到指定的座位了 OK 好 首先你要记住 大原子我们刚刚讲过了 进出考场都要验护照掌文 进去之后 你绝对不能擅自转头 你也不能擅自离开座位 或站起来之类的 任何你在电脑前面 做题目之外的举动 都一定要记住 你要先举手 OK 我们说包含穿脱外套 对不对 好 那等进去考试 进场问你要干嘛 然后他同不同意 他同意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OK 好 我们刚才也说了嘛 每台电视上 每台电脑上面都有监视镜头 他可以看到你 就是在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 好 这是大原则 接下来上级之后 开始咯 OK 一开始先确认你的身份 他问你说 你是谁某某某吗 他就显示你护照的名字 好 yes or no 那当然 你选no也没什么搞头 就浪费7500而已 这样子 他就会 好 就我也不知道 目前也没有人选no 那么白蜜目这样子 好 那当然就是大家都选yes 好 就讲下一步 好 那再来 背景调查 好 他会先就是要你选一些资料 比如说 他会问你说 你是读什么科系毕业啦 还有什么major 然后你的工作经验几年啦 还有你的GPS多少之类的 这些资料是会显示在你之后的正式成绩单上面 会给你去学校看 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每一次的GMAT考试 那一次的成绩 如果你要发出去的话 他会给你五个免费的什么 五次免费的成绩单发送 不是五次啊 应该是说 送给五个学 五个program 好 所以是以program为单位 不是以学校为单位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点说 你要杀给他几个program 那要怎么找学校呢 好 基本上你可以先上mba.com的网站 去找学校代码 这样会找起来比较快 好 如果你没有找到学校代码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用所在周 好 就是用就是 学校在哪一周 就是列表去查这样子 OK 好 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了 简短的tutorial 好 他就进入操作教学 包括教你说这个提醒 好 你提醒要怎么点啊 OK 好 然后那个整个界面的 那个大概概念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间断 特别留会有限时间这样子 好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都还没有计分 还没有进入考试 好 这边只是在确认身份 背景调查 分数寄送而已 好 OK 然后再来 大概跟大家先预习一下考试流程 那这部分的话考试流程最完整的话 就是各位从mba.com上面下载到官方的PP的模法软体 好 基本上它那个软体的界面 好 它的操作都模拟的是考试上你实际实战上的操作 好 那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像这个就是我在考试界面上的那个PP软体上截图 好 首先第一个 它的字体是Tahoma12号字 OK 好 字体Tahoma12号字 所以你如果今天还要习惯这个字体的话 你可以去电脑里面找这个字体 OK 每台电脑都有内建 好 然后再来 右上角会有两个东西 我这边是那个practice 这边还没有出现这样子 好 那右上角会有一个叫提数进度 比如说35of41这样子 OK 好 就是做到第41题里面 41题里面的第35题 这边有提数进度 再来另外一个有倒数计时钟 好 这边就会有一个从就是 好 从时间是比如说30分钟倒数 或者是从75分钟倒数 那这个点是 这个倒数中点一下是可以隐藏起来的 OK 但我个人不建议隐藏了 好 因为考试的时候配时要定非常重要这样子 好 要配时要定好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都知道说这考试是不能倒推做题 或者不能往回去检查的 好 你按完next确定答案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 答案就跟就定了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来 好 好 那我这边大概提示一下就这些妹妹嘎嘎了 好 那MEDAW的第一个点就是它时间到会自动储存 所以呢怎么样呢 你就算没有按next它也会把你的文章自己存起来 不用担心 好 那第二个就是好 它里面有复制贴上功能 OK 所以你可以照样用滑鼠把它反白 好 但它有按钮 但你的热键可以记好 它可以用热键 CtrlX-下 加C是复制 加V是贴上 这边是减下复制贴上功能 OK 好 这样会操作更快一点 好 那要注意的是 平常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都会有自动校正功能 但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它没有自动校正功能 所以你要小心 可能要留个半分钟 一分钟 重新扫遍文章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什么打错字 Type的情况出现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边大概是AW 跟大家提示一下 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AW考完之后是没有休息的 从前没有休息时间 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Intact 那个就是IR部分 OK 好 那IR部分也是30分钟 好 那IR部分怎么样呢 它左上角有一个Calculator 你可以把它开起来 OK 好 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开起来做计算 好 那IR东西做完之后呢 考完的时候 萤幕会显示说 请举手示意监考人员 好 也就是说 你要不要Break 好 你如果要的话 你就是按一下你要Break 然后呢去问你说 好 而且去告诉你说 你要举手 你不能转头 你要先直接 好 面对的电脑举手 然后呢 你会进来 他就会帮你带出去休息 好 那这边大概介绍一下休息的时候 会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点好了 好 整个考试有两次休息 第一次休息就是在AW跟IR两个接连考完之后 会有第一次休息 好 休息时间固定是8分钟 那你要记住哦 就算你今天提早休息 你还是从8分钟开始算 比如说你 假设你IR真的很神速好了 从比如说20分钟就写完了 好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可以休息18分钟哦 不好意思 比如说好 你可能很早写完了 可是怎么样呢 你也不能回头看 好 那你知道怎么样呢 假装在思索题目和其上 你在放空 你在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只要你不要做怪动作 基本上你在里面放空 是没有人管 你只要不要趴下来睡觉就好了这样子 OK哦 好 然后再来 好 休息的时候 萤幕会显示你的照片 就是你一开始 就是进来的时候 register的时候的照相这样子 OK哦 好 然后再来 注意哦 你跟我们刚刚说过了吗 你所有的考场进出 你进出这个考区门 你都要去验什么 都要去验护照的掌纹 你的护照是随身轴的 你要记住 你的护照是随身轴的 OK哦 好 你不能让你护照离开视线 你进去考 进去考场里面的时候 怎么样呢 好 任何地方都要检查护照 然后说你进去考 去考试的时候 你就把护照摆在电脑桌上面 然后你走的时候 记得把护照拿出来 OK哦 好 你进出都要验护照 你上厕所的时候 护照也要 伸在你身上 不要随便乱丢丢在桌上 找不到就惨了 找不到你没办法考试 OK哦 好 然后再来 我们刚刚说的嘛 掌纹你最好是 一开始在登记的时候 要把它擦干净 不然的话 你看像这样 这个时候 如果你掌纹验不到 你就浪费时间了 或者是你怎么样的 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掌纹一直验不到 你也浪费时间了 好 注意哦 不会主动提醒你 时间要到了 好 时间到自动的开始考试的计时 所以你不要想说什么 你算准八分钟进去 好 你可能就是 你这个时间可能只能干嘛 你只能去 好 茶水间 好 装个水 然后上个厕所 然后怎么样呢 好 然后去食物桌这边吃个东西 好 然后大概抓四五分钟 你就可以赶快进去了 好 所以那你进来 进来出去的时候 你自己的去check一下 好 刚刚这个挂钟的时间 OK哦 好 大概抓一下时间 进去的时间这样子 好 所以你 他不会主动提醒你哦 好 但如果你时间到的话 你还没有进去的话 他一样是开始倒数了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 你可以进食尚厕所 但是你不能直接开置物柜 因为置物柜 毕竟还有手机嘛 之类的东西 说你中间不能再开置物柜这样子 好 然后你一样不能跟你的朋友聊天 就像你朋友一起休息 你也不能跟他聊天 好 你也不能跟他去做什么 大手势之类的动作 反正就是 不要做任何会起人一斗动作 你也不能去回去拿资料复习 好 然后休息时间的时候呢 好 据说了工作人员会 就是进去把你的超高纸换掉 OK换成全新的东西 所以你前面不要想说什么 哎呀 做完之后先来 好花点时间写个公式啊之类的 其实上你前面写的东西 等一下都会全部的消失 他都会完全换形这样子 OK 好 然后接下来 好 你休息完之后进去 开始怎么样呢 进入V的部分 开始之前会有一个前置 你当然界面部分 其实你也就是参加那个 Prep的模考软体啦 好 开始之前会有个前置画面 前置画面会说 接下来按Next之后 会是考数学的部分这样子 这个前置画面 据说是有五分钟的时间 OK 但我这边还不能确定 然后据说是有五分钟的时间 是可以让你就是 按Next 但我个人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久 所以这个还要请大家帮我补充一下 这样子 好 那你要注意哦 考试的时候它不是分类出题 它是什么 PS跟DST 它是混合出题的 OK 好 然后呢 因为你在做数学的时候 你会常常用到超高纸 你会常常计算 好 所以你超高纸用完之前呢 好 当你发现你快用到什么 倒数第二面的时候 请你提早举手示意换字 你不要全部用完之后 再去等它进来 好 这样会浪费 浪费不少时间 所以你可以在倒数第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举手跟它讲说你要换字了 OK 好 然后接下来 写完Q之后 一样怎么样呢 它会有一个第二次的休息时间 那这边的注意事项 请你参照第一次休息时间注意事项 好 那第二次休息时间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换到什么 Verbal的部分了 好 那Verbal的部分呢 好 那这个地方一样有前置画面嘛 一样界面是参照 大家参照prep的模拟软体这样子 好 那注意哦 RC CRSC 它一样是混合出题的 那除了RC 同一个题组的题目 它会都一起出啦 这样子 它不可能把一个题组拆开来 这样子 好 就一篇文章之后 那篇文章要问的题目都会摆在一起 好 那不会也是一题一题给你的这样子 好 那注意哦 RC部分的highlight题 它只有那个题目出现的时候 它才会把highlight标起来 那个才会有字会发亮 好 那个highlight才会发亮 好 如果那题结束了之后 或那题还没出现的时候 那个字是不会发亮的这样子 好 你就不知道是哪个字还来起来 不会让你去先猜 好 然后再来 RC部分跟我们OG部分是不一样的 OG有给你50 15 20在左边的行数标记 RC是没有行数标记的 所以这边要特别去注意哦 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会做笔记的话 好 那小心点 然后再来 接下来V卡完了之后 好 接下来也会想说 好了 终于结束了 也差不多三个半小时的呗 要看分数了 好 看分数之前 它会先要你做个调查 好 比如调查你未来意象 我们前面讲的是调查是你过去的背景嘛 来 这边调查你未来意象 比如说你要去哪时候读书啊 然后你要去读什么科系啊 读什么方向之类的 OK 好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调查完之后 大概会有30秒时间 系统会在跑 好 那30秒时间 那30秒时间是我们人称 每一次考试最难熬的时间的30秒 好 就是你心里面一上一下 也不知道系统会跳出来什么分数 好 也就是常常俗称的 系统黑箱作业时间 那之后跑 30秒时间结束之后呢 直接跳出来是什么呢 跳出来是你的V的几分 还有Q的几分 好 以及你的800分里面 三照V跟Q的算出来的总分 好 所以你这时候这个分数 就会决定你怎么样呢 就你就会去考量说 好 要不要去cancel或report 好 还有一个IR分数 它会直接给你这样子 那至于AW分数呢 因为需要 需要电脑的批改 OK 好 需要电脑的批改 跟人为的批改 所以它会等到之后的 正式成绩单的时候 才会给你 所以这边只给你VQ跟总分 跟IR而已 好 那当你看到总分之后 你就会去决定说 要不要cancel或report 对不对 OK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选 那你是可以先看分数 才可以决定 要不要cancel或report 因为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必须要先决定 要不要report 再可以看分数 能太减了 好 现在它变得比较人性化 好 所以你可以先看完分数 才决定要不要cancel 那 这边要注意的是 cancel的地方怎么样呢 7月19 今年7月19号 2015年7月19号开始 好 你如果cancel的话 考试记录不会显示 所以学校都不知道你cancel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曾经cancel过 那其实考试 好 学校不会知道 你考了很多次 如果你都cancel的话 OK 好 然后再来 但是这是7月19号才开始 好 再来 cancel之后 如果你譬如说有人会担心说 干我考了七百七百八 结果怎么样呢 不小心手滑 脑残 眼残 按到了cancel 然后呢分数就飞了 该怎么办呢 好 请你放心 有这个制度不要忘记了 好 60天之内你可以花钱消灾 去付100美金 好 去取回在60天之内被取消的分数 很好 只要花钱消灾模式 这样子 好 那再来 如果你今天cancel掉了 对不对 好 决定cancel之后 你就举手 净好的人就带你出场 这样子 然后你就结束了 今天的GMAT考试 那如果今天你看到分数 你觉得不错 或者你觉得还可以保留住的话 呢 你就按report 那report的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呢 请你记住 一旦你今天report的话 事后就不能再cancel了 学校就看得到了 好 你一旦你report之后 事后就不能再抹笑它了 好 那report完之后呢 你就举手 净好人就带你出场 萤幕上就去提示你说 请你现在举手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出场之后呢 请你在刚刚前面的柜台 拿一张什么 印表机刚刚印出来的 unofficial score report 好 那这个上面就是印了 刚刚的什么VQIR 跟那个Toro score这样子 好 那正式成绩单 还会多一个东西叫AWA 好 那正式成绩单出入的时候 怎么样呢 就是AWA改完之后 正式成绩出入的时候 它会先用email通知你在 mba.com登记的那个email这样子 好 那以前是用验证码 现在验证码改成你自己的出生日期 OK 7月19号之后 你的验证码就改成自己的出生日期 7月19号之前呢 你的验证码会在哪里呢 会在这张unofficial score report上面 所以如果你是7月19号之前考试的话 请记住你要保留这张纸保留好 不然就拿不到自己的正式成绩单了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考试的流程 所以最后是什么 希望你能快乐复归 好 那如果真的到最后结果不是很快乐 怎么办呢 好 那你要记住哦 你如果想要去追求更好的分数 你要再考的话 以前是要隔30一个考试日 那现在怎么样呢 要再考 至少要隔16个考试日 注意哦 是考试日哦 OK哦 就是有考试日子哦 好 而不是什么 没有包含没有考试的假日这样子 好 只7月19号之后你要再考的话 至少就可以值得16个考试 就是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再考了 OK哦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的话 你也可以去花钱怎么样呢 花钱去分析 好 它有一个就是额外的功能是你花了美金大概25块钱左右 你可以在网络上申请某一次考试的加强的成绩单 你看说就是进阶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怎么样呢 好 你只能申请有report cancel的话你不能申请 OK哦 好 那这个成绩单怎么样呢 这个成绩单里面它会去帮你细项分 分你说 好 Q里面的Problem Solving 跟Data Sufficiency 然后还有Reading CR跟ASC 各个部分的平均表现 还有什么平均作题时间 当然你是看不到自己错哪些题目 对哪些题目的 但它至少会给你看说 你这个地方你到底是PR值多少 你赢过哪些人 输过哪些人 你就可以大概评估一下 到底自己哪一部分比较弱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觉得考试完之后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话 你也可以去花一点钱 然后去看这个成绩单 OK哦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整个 就是介绍的流程 然后你要记住 这个考试 你只要了解流程 你至少在现场的时候 你会至少剪一点紧张感 我知道每个考 每个考据媒体的人都曾经说过 这考试好像是他 这个就是念书生涯中 遇过最大的压力了 好 尤其在考试当天这样子 那希望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小小分享 好 虽然网络上也会有些零星的分享 但是基本上我今天就是把它完整 做一次汇诊 好 那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帮助 每个看到这个分享的考生 好 不管你是第一次考 如果你是第一次考的话 希望能够减少你的紧张感 也能够让你的那个出错率降低 至少程序不会出错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是有考过试人 至少让你重新手续下考试流程 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在现场的时候呢 你能够吃下一颗定心碗这样子 好 那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 就是一些过去曾经考过时的考生 好 比如说像 好 像那个陈同学 好 然后呢 好 刘同学 陈同学 那个女陈同学 好 然后呢 好 罗同学 吴同学 图同学 好 那么他们这些考生呢 过去曾经考过时 他们也非常非常热心的分享 好 然后跟我到新讲说 这个地方哪里图 好 图画错啊 然后哪里的细节 可能有改掉啊 之类的 OK 好 好 那这部分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 我相信这个投影片 甚至这个影片 是可以帮助到 就是之后 就是每一个要考试的考生 好 你都应该去看他 好 所以 希望这些考生 希望这些帮助 帮助这个投影片完成的考生的善行 能够让他们的留学生性 一帆风顺这样子 好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 好 这边投影片跟影片 也能够帮助大家 就是在准备的时候 或者在成长考试的时候 好 能够比较稳定一点 能够安心一点这样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大概讲的 台北考上的应考指南 好 那请大家就是 在考前的时候 务必要看这个影片 然后专心准备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